怪物片Swee Home 第二季將於12月1日與Netflix上映 這邊利用5分鐘的時間 快速白話講解第一季的劇情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YPMAN 有興趣的朋友還是可以去Netflix看第一季 這邊只是幫大家快速複習 那我們影片 馬上開始 影集一開始先播結局 但沒關係我們正常講 這邊先簡單列出主要角色 大家自己找時間按暫停 故事開始 男主角車賢秀因為父母雙亡 又被霸凌只好住進破爛公寓呂之家 接著開始 全世界的人們會因為被慾望控制而變成怪物 初期症狀是鼻血狂流 至於變成怪物的原因還不清楚 這邊的設定跟漫畫不同 影集是疑似是政府實驗造成 不知道第二季會怎麼解釋 此時開始分成很多線 首先第一條線 男主角遇到惡女怪 後來惡女怪跑掉 換成龍家妹遇到惡女怪 上巴哥即時出現 打爆惡女怪 救了龍家妹 兩人來到一樓 第二條線 球棒女遇到大耳怪 此時刀哥經過 砍了大耳怪 但沒死 救了球棒女 第三條線 聚集在一樓以一大森和消防員為首的鄰居們 擊退了想從外面進來的長蛇怪 第四條線 男主角在自己房間看到眼球怪要傷害另一個房間裡的小孩 於是吸引眼球怪攻擊自己 然後被輪以哥救 於是男主角就去找輪以哥會合 接著輪以哥做了電流槍給男主角 並要男主角去救受困的小孩 途中還遇到了蛋白質怪、大耳怪還有媽媽怪 接著第二、第四條線會合 刀哥跟球棒女救了男主角 後來刀哥一個鬼之走位 讓蛋白質怪從窗戶飛出去 眾人成功逃脫來到輪以哥家 此時聚落分成一樓區跟輪以哥家 後來一樓領導者一大森廣播要大家下來一樓集合 補充一下一大森是龍家妹的哥哥 後來男主角嫌走樓梯太慢直接用摔的下去一樓 由於身體很快復原 大家認為他之後會變異 很害怕投票要他離開 此時一大森說 危險的事情給你做 可以當作不要離開的談判籌碼 並要求男主角去收集大樓內的物資 並且把輪以哥救下來 因為輪以哥很會改造東西 真相是只會講幹話的主管 途中男主角獲得新隊友中年人跟護理師 並把輪以哥救了下來 這裡有兩個小支線 一是傷八哥綁變態鄰居打爆 二是大樓便利商店老闆變成長髮怪被老婆殺掉 但不是主線我們不介紹 後來消防員離開綠枝家去找便衣線索 因為他男友好像知道一些內幕 接著主角團去地下室殺蜘蛛怪跟閃電怪 殺完後簡單放鬆一下 結果棒球女彈吉他彈到盲腸發炎 然後一行人要出去拿開刀藥瓶 以便可以讓他順利開刀 結果車子剛開出去就被蛋白質怪襲擊 關鍵時刻消防員開車回來撞飛蛋白質怪 最後大家把蛋白質怪幹掉 帶回藥瓶 但沒有麻醉藥 一大森只好在沒有麻醉藥的情況下硬開刀 棒球盲藏女撐過沒有麻醉藥的開刀後活了下來 於是刀哥就跟棒球盲藏女告白 本作第一隊CP誕生但時間很短 由警衛變身的蒼蠅怪突然出現 刀哥為了拯救大家跟蒼蠅怪同歸於盡 之後一群壞人入侵綠之家 壞人裡面也有跟主角一樣的半人半怪 他的特色是可以寄生 之後一陣亂殺後 總算解決了壞人們 但由於剩下影集時間不多 不能活太多人 所以最後一集就安排幾個重要角色存活 其他全部去領便當 傷疤哥跟護理師出去外面拿鑰匙被寄生怪殺 男主角憤怒變身殺了寄生怪 輪以哥為了喚醒男主角給了他八抵擁抱 然後就被變身後的男主角殺 但也成功喚醒男主角 中年人則是挖地道挖到死掉 妹妹、球棒盲藏女跟一些居民從地道逃掉 軍隊到來接手 伊大森因為發現自己也要變異 所以留了下來沒有一起逃跑 眾鄰居逃出去後消防員就轉職軍人 男主角則是被抓走 抓走男主角的車是疑似被寄生怪附生的傷疤哥開的車 第一季完 第二季目前劇情設定是接在第一季後面 回歸的演員有男主角 疑似被附生的傷疤哥 但他的傷疤好了 轉職成軍人的消防員 龍家妹 跟棒球盲藏女 至於第一季最後的伊大森 目前是沒看到他名字 不確定是否回歸 而且二三季是一同拍攝的 所以第三季到時候上映時間 應該不會跟第二季差太久 不然劇情都快忘光了 最後祝觀影愉快 好啦 您和讚許是製作影片的原動力 喜歡我的頻道歡迎訂閱按讚或留言 終於討論 我是YPMAN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